海洋教育在未來發展上 其實一直都朝這個方向在走 就是人跟環境怎麼互動 學生怎麼去影響到海洋 海洋怎麼再影響到學生 那你在推想 它其實就是環境互動的問題 那你怎麼跟海洋做互動 而且這個互動要是釋切的 那我在講釋切 通常會是指說在不同的時空當中 你的行為要跟它互動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會 不同時空會不太一樣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在早期不會去說 要禁止吃布拉蜜 因為以前根本在環境當中 這個是被允許的 布拉蜜裡面有很多不同的 小魚秒的不同的魚種在裡面 它會混在一起比較安全感 所以你去補它 然後去吃它 可能造成很多不同 那個魚秒 它小時候就被吃掉了 但是現在你可以發現 基本上你可以發現 我們現在採的是限補 限制去補撈 就是有些時間是可以補 有些是不能補 它剛好是幼苗的時候 那這時候我們不要去補它 等它長大離開了 它一樣去補它的時候 布拉蜜本來就長不大 所以它本來就是可以吃 所以我才講說 適切的互動 這樣的概念會因為時間跟空間而調整 一個主題出來 你在推海洋交易 它其實跟SDGS那邊 很多不同的這些內容 是可以連結的 我覺得像現在一直在談 那個永續SDGS 那怎麼跟海洋交易做連結 即使剛才談那個施宇 它施宇交易它會是一個 我覺得在海洋交易當中 推動是重要的議題 那它在我們這個社會當中 其實算是一個切入海洋交易 非常重要的點 但是它是一個非常非常 普遍大家都可以去做的 它可以跟SDG第14 跟海洋有關嗎 SDG第12負責任的生產與消費 那跟施宇都有很大的關係 那所以這個部分 大概也是老師應該可以去關注 因為它是一個全球性的議題 其實如果回扣到學生那邊的話 那我倒覺得一個比較關鍵的東西 就是說 其實就是要讓它導向未來 那個能力一定要出來 那我覺得那個關鍵能力 應該老師要被關注到 它的關鍵能力是什麼 比如說能不能更具有彈性的 去看到我們生活當中 跟氣候變遷相關的東西 那當然就跟碳會有關係 所以跟有關碳的教育 就要連結在一起 去共同去思考這個問題 能夠適應變遷的能力 然後能不能去有那一種整合的能力 因為現在大家是合作的平台 那個平台的整合能力能不能出得來 創造力到底夠不夠 當你回扣到學生 你的思考就 不是只有真正那個議題的問題而已 他要能力 能夠有機會讓他發展 來 來吧 來吧 大家可以 看 吧 來吧 來吧 去心 吃 去心 來吧 這種